駐立陶宛臺灣代表處十八號正式掛牌後 引發了中國不滿 宣布和立陶宛外交關係將為代辦級 外交部長吳釗憲 則批評中國的做法 不應該如此霸道蠻橫 而在敗習會之後 臺海局勢再度成為焦點 美國前國務卿 紀辛吉在專訪中則指出 中國絕對可能尋求 削弱臺灣地位 對此吳釗憲則是表示 不能小看中國對臺威脅 中國不滿駐立陶宛 臺灣代表處掛牌運作 二十一號提出外交制裁 宣布與立陶宛的外交關係 由大使級降為代辦級 外交部長吳釗憲 批評中國的做法 不應該如此霸道蠻橫 財政策的財政策 對臺灣的財政策 也有關於台灣的財政策 的友好 但是拜協會之後 臺海局勢再度成為焦點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在CNN 專訪中表示 他不認為中國 在未來十年會以武力入侵臺灣 但絕對可能尋求削弱臺灣的地位 吳釗燮強調 不能小看中國對臺威脅 季辛吉他年紀已經非常大 而且是非常非常大 不只是年紀大而已 那我不曉得他是接觸了 什麼樣的機密 能夠讓他講出這些話出來 但是有關於中國對臺灣的 這個軍事威脅是實際上存在的 臺美恢復TIFA會談 外交部指出談得非常好 但年底反萊豬公投 若是通過 可能會導致臺美貿易衝擊 也會有後續效應 吳釗燮指出臺灣要立足國際社會 誠信非常重要 必須以科學方式處理科學問題 記者顧采燮陳柏玉台北報導